好俩看下我们微博之业啊 也恭喜你拿来就是你当音乐 就是音乐人吗 所以拿这个奖会不会比较开心 因为其实你还是蛮多在音乐方面 我很开心拿到这个奖 特别开心 音乐上面有很少的一些计划吗 要做一个学会演唱会 对 那有些什么计划和歌会 给大家带一些一样的计划 今天应该世界巡回演唱会 应该从五月份开始了 然后是吧 对 然后六月份应该会有一个我自己 跟那个自己做一个电视剧 然后在湖南卫视 是全部用我自己的音乐 做这样一个电视剧 听说这音乐电视剧是首部音乐 然后你自己会当主角 对 那有考虑过请一些圈内的好朋友来参演吗 有发生过邀请吗 这个我倒没想过 看情况了 那有期待跟谁合作呢 我觉得音乐方面谁感兴趣外 我觉得都可以 最近好像那个因为热播的那个真男吗 大家都被你更值得性格圈粉了 那么这个节目是不是挺累的 看你上一次还 这个节目其实真的挺累 其实大家看到的每一个画面都是最真实 那我们其实在部队待24个小时一天 那节目其实只出现一个半小时 但是其他的时间其实真的也非常的累 我就不光是节目里面看到的那些 撕完机之后有让你克服这机的恐惧吗 它其实不是一种克服的恐惧 就是其实你如果不在那种地方的话 你下不去那个手 干嘛无缘无故要把一个街头头给扯下来 没办法 那没办法 那是在部队 然后这是一种 就每一个军人需要的那种胆量 跟要克服的一些恐惧吧 所以我没办法 我必须要去做 但还会怕吗 怕 今年其实你工作嘛 你倒不倒 然后 前段时间 然后还因为就是工作太累 就是有身体 这些一些就是危养 但现在身体怎么样 现在其实好很多了 但还不是 还并不是完全好 对 在估计休息一两个月差不多了 你考虑说17年稍微减少点工作量 不要轻松了吗 没想过吧 就看有好的就干呗 之前你就是回应就是铁刀飞骨用提身这件事情 所以你坚持不用提身吗 然后还得到很多人的点赞 这是你一贯的工作的态度 这是我一贯工作的态度 我觉得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我在24岁的时候说过那句话 那你看我以后五六十岁 我一定也拍是那样的 之前好像听你说你最后会拍动物去吗 电影只拍动物 那如果一些大导演给你发出 人一篇的邀请 这个考虑吗 如果我很考验演技 或者我真的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的话 我会考虑去 那其实就今年然后好像也有说要去 说像春晚但是今天不是有消息说 可能因为党次原因是有遗憾就是上不了了吗 对对对 因为好像是有遗憾 遗憾是肯定遗憾 因为我觉得像春晚这样的节目 不管是谁的话都一定是很想去上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其实我在我个人方面的话 因为就我其实我不喜欢做一件事情的同时又去跑去搞另一个东西 我不喜欢就这个东西还没有弄完就去做下一个 那我会两边跑的话两个都做不好 所以我喜欢专心把一个事情做好再去搞下一个 再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可能无数方面的话表演比较困难一些 就本来是打算上午去表演的 对对 那既然上午表演的时候 那今天的春节计划大概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拍戏吧 拍戏 不打算就是自己考虑休息一样 你看情况吧 如果剧组能给这样的话 不会请到看爷爷奶奶最好 我其实如果比的话 我觉得看爷爷奶奶比上春晚更重要一些对我来说 你这么听然后陈鲁大哥好特别的赞赏 之前还夸过你说看好几三十几年之后那奥斯卡 努力吧尽量尽量 你怎么看他的时代呢 我肯定会朝那样一个方向去发展 能不能成功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一定不会放弃 之前媒体有报道说你跟秘密还有小明有一个网游小团体 那很早以前了 所以你是你比较厉害还唱不较厉害吗 差不多吧 杨米姐打得挺好的 那你是传说 因为之前看你爸爸接过采访的时候就每天会给你钱去玩游戏 所以你是传说中人民币玩家吗 我玩过最花钱最多的一个游戏的话 花了七八十万就不玩了 因为已经第一名就没意义 拿新衣就空虚的 对 好那芝麻就是春节吗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春节记忆吗 春节记忆 对就是你春节的经历啊 比较好玩有意思的 那还真没有什么春节记忆 几乎没怎么这么八点过过春节 那马上就本命年了 所以有什么计划吗 还是该怎么样怎么样 ok mentors 最后我们的朋友们是很快